华联市上置路一处的铁皮搭建汽修厂 在18号凌晨3点多发生了火警 延烧到两侧林宅 而其中有一户的二楼全毁导致无法居住 市长魏佳贤在得知火灾发生后 立即指示相关科室启动安心为您的 紧急应变SOP机制服务 并且在一早前往现场关切受灾户 对于处理灾害给予最大的帮助 18号凌晨3点左右 位在于华联市上置路上 一处铁皮搭建的汽修厂金船火警 警销在火爆后立即出动22胎格式消防车辆 及警役销59人进行抢救 听到声音碰到已经火已经很大了 而且还更离谱的 我们从那边往外看 它这个反光刚好反正在玻璃上你知道吗 我看到是玻璃是在那边那边在亮 以为那边火灾 结果说我们人跑出来是这边 虽然火势在30分钟后就顺利得到控制 但汽修厂里的毅然物多 延烧的速度太快 除了汽修厂全毁之外 两侧林房也连带受到波及 为了协助受灾户做后续处置 华联市公所也立即启动安心为您 紧急应变SOP机制服务 而市长为家嫌一早 也在4楼客长萧子卫的陪同下 前往现场进行关切 这附近的工厂跟民宅 都遭受了助容的一个侵蚀 造成很多的一个财务的损失 那在今天也特别 协同我们卫理长 跟我们社劳客的同仁 还有我们理干事 一起来关心跟慰问 那以鼓励他们未来 重建之路虽然很长 但是至少人是平安的 那也期许 那未来在重建之路 有需要我们花联市公所协助的部分 我们会给他全力的协助 那在垃圾群的部分 我们也安排相关清洁队的部分 做一次性的一个清理 那在火灾之后 居住的问题 我们也安排相关协助的一个旅社 还有一些安置的场域 来做相关的安排 另外最近天气炎热 电扇及冷气使用率相当高 市长为家嫌也提醒花联乡亲 出门或零税前 务必要检查电气用品及火炉是否关闭 养成随手检视的动作 来避免火灾意外的发生 记者 徐立琴 花联市报导